大家好 但是咱透过这个现象去看本质让我们起来分析一下为什么这么普遍出现因为天灾还是因为人祸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快还是其他各种因素还有啊企业融资难要货款难要贷款难社保工资还会被执法部门各种关照还没有相应的资源大部分都九死一生 以后会不会更多 我不说隔壁啊 我就说我这些年来逛来逛去的所谓的发达地区这些江浙户片区最近两年尤其是今年那是一地各种动物的毛 这两年不干事啥毛病没有养活自己就行了也不需要担什么风险 那目前企业家呀真不是个好职业 从刚结婚被人就称为老板娘的我媳妇最近上班去了 我这几天也开始找工作了要知道行走江湖十余来从头到尾都是人称苗总或者苗老师的那我现在就一个愿望能找一个工作重新被你们叫回小苗 死一条鱼是鱼的事 这也是个小老板哈 你看他那个手机照他那个房子那房子还挺大 你客厅就好几十平米 是吧 他也算是不能说少年得志吧 也是事业有成 是吧 他通过夸他媳妇来夸他自己啊 被人称作老板娘的我媳妇啊 要找工作去了 他也要找工作去了 是吧 有好几百万个企业都倒闭了 有更多的企业没有办那个注销手续 但也事实上处于倒闭或者停业的状态 然后大家都不创业 这些公司都没了 大家都想去找工作 有那么容易吗 是吧 整个全社会的需求 全社会的资金 全社会的经济活力都在萎缩当中 对吧 这就是中国的现状 是吧 中国现在你要什么什么不行 什么不行 外贸不行 对吧 外贸不行 出口不行了 那么投资行吗 是吧 投资在实体上的有多少人是赚钱的 绝大部分人是亏本的 对吧 消费行吗 是吧 你这个房价这么贵 所有的人我看 几乎所有人吧 都带着款 是吧 都是百万千万的富翁 富数的富 是吧 都欠着银行的钱 现在中国的这个房地产也不行了 就一尊 我看这一尊恨所有的中国人 是吧 一看房地产挣钱了 啊 房住不炒 是吧 游戏行业也不让搞了 是吧 你这小孩啊 都打游戏了 不好好学习 教培行业也不让搞了 啊 因为你们让学生负担太重了 是吧 这些马云阿里巴巴腾讯也不行 你们挣了太多的钱 我们要搞共同富裕 富裕来富裕去 是吧 你干嘛要搞共同富裕呢 你不是全民都脱贫了吗 中国所有的贫困线不都摘帽子了吗 你怎么还搞共同富裕呢 不是全体中国人都富裕了吗 是吧 你这一年 你这十来年下来 你搞的是什么东西啊 是吧 你说的通吗 你说的过去吗 你有什么成绩 是吧 有什么政绩啊 这不是瞎胡闹吗 是不是 瞎胡闹 绝对瞎胡闹啊 好吧 看看啊 赶紧找工作去吧 这小伙子啊 没办法 是吧 我看还这个油头粉面的 是不是小脸 吃的不错 胖乎乎的 希望以后别饿死街头 是吧 有的你看上海的老太太 都有饿死的 是吧 那个还有口气就往那哪 就要往那个火葬场殡仪馆 就要烧人家 你这不是人间地狱吗 太可怕了 是吧 太可怕了啊 就这些三十来岁 挣点钱的人 之前自我感觉良好的人 这些人 是吧 油减入奢益 油奢入减难 也不那么容易 是吧 去找工作 再去哈人 给人家低三下四的 被人家呼来喝去的 是吧 过去你说了算 现在人家说了算 你还要看人家脸色 对吧 还要给人家跑腿 啊 你的尊严都被打折了 不太容易 不太容易啊 躺平 说的好听 你签一堆债 他敢说他那房子 就一次付的款吗 对吧 不都是提前消费 贷的款吗 对吧 所以说呀 现在这个 绝大部分中国人吧 经济上被盘剥 政治上你也没有地位 知道了吗 对吧 这种温暴剥